好 進入到這一段的節目 台股目前其實是有一點落後美股的 美股有三大指數已經站上季線 我們是跟費半在看齊 希望費半努力一點把我們帶上去 但是台幣好像先表態了 今天台幣看到31.9 這個32的關卡給他突破了 照理來說台幣強外資是不是應該回籠呢 這個時間點應該在什麼時候 台股有沒有機會再重新往高點賣去呢 好 我們來請教今天的三位來賓 第一位是國泰正琦的蔡明翰 明翰經理 明翰經理其實從年初就一直講 台股要厲害 外資當然要回頭 外資今年有沒有來過了 但是又走了 現在台幣變得這麼強 外資回來的時間點在哪裡呢 明翰經理獨家幫我們找一找 資金流的流向 另外牌面上有一些熱門的族群 機器人可是黃爸爸聽說不來了 那機器人還能再跳舞嗎 不過細光子出來接棒了 細光子這一波跌的比較深 明翰經理獨家幫您找 有潛力的細光子概念股 第二位是我們的股科大夫 龍醫生Eason Eason今天要來見證什麼事情呢 當然第一個也是他延續 講了很久的設備族群 大家說設備族群這一波 根本就沒有跌或跌了又噴上去 有沒有體質比較穩健 不投機買起來安心的 當然有 股科大夫會幫你找體質好的 另外I16A新的顏色出來囉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看到 股科大夫會買哪一支呢 那買哪一支又會延續到台灣 哪一些瓶蓋股呢 等一下好好跟大家聊囉 好第三位是我們的黃金右下角選股 教練維泰 今天牌面上有兩個族群非常的亮麗 一個就是能源大復活 雲爆又漲停了 這一次雲爆的漲停跟之前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能不能複製天天漲天天漲這樣的走勢呢 太陽能相關的常常漲一天就休息五天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選股教練 教你選體質好的能源股 以及生計股 今天到底在亮眼亮什麼亮半年包 好 首先有請明漢經理 好 明漢經理台幣 台幣每天是一腳兩腳這樣升 對 沒錯 好強喔 台幣這麼強 那外資為什麼還不趕快回來 等一下來問你了 那另外最近有很多的人氣族群 好 CPO最近大復活 可是機器人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黃仁勳的專機 是沒有飛來台灣的 看來機器人展不會來 是不是有逢高獲利調節的可能性 我覺得跟黃仁勳來不來 關聯度倒不是那麼大 應該說確實短時間來講 他們有比較明顯的上揚 但是我們要提到 目前整個股市的一個角度 其實比較重要 法人都會看到這個季線 到底能不能站上 只是要告訴大家說 目前來講除了廢半之外 其實都已經站上季線 廢半也才差一點點 應該很快就有機會跟上 那輝達台積電 也已經站上季線 所以整個架構來講 看起來科技族群 有慢慢開始轉強的狀況 我覺得倒沒有太大疑慮 那只是剛剛提到人氣族群 CPO機器人的部分來講 也都是吸睛了 我覺得目前短時間角度 應該不會有太直接翻轉的可能性 只是現在來講 剛剛提到資金面 因為臺幣快速升值 我個人覺得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三個 這個所謂的次序要瞭解到 一定是他費得要做降息 那大家也知道說 費得如果降息 大家就不會搶著要美元定存 美元自然就會轉弱 美元轉弱台幣就轉強 這個幾乎是必然的現象 完全躲不掉了 那台幣轉強外資自然就會轉多 但是他有一個現象 就是他會有一點點時間差 只是說今年以來 有1後來沒有2 常常發生 有1沒有2 所以我們後來就不太敢 跟大家講有1大家有2 這一次不一樣 這是有1看到2了 所以我覺得要進來 刪時間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叫目前角度 我覺得不用太過緊張 至於我剛剛講了 這一個多禮拜 這個每天記者問的 有兩個所謂必問的答案的題目 一個就是會不會打第二隻腳 這個我們節目每天討論 到後來我們有點放棄他了 另外一個就是 每天都這種亮縮上揚 是不是很恐怖 要讓你逃命的 這是每天必問的兩題 然後我今天就告訴大家 這個亮縮到底 我覺得有個問題 大家都一直覺得亮縮反彈 是很恐怖的 那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是2020年 當時記得這個重挫 是因為疫情爆發 所以當時也是快速的下跌 那我們先不看這個後面 大家跟他講說 這個快速下跌 通常會出現什麼現象 你會看到第一根紅K棒的時候 其實是有亮的 那個時候為什麼 因為在這裡 大家都知道 沒關係 先搶再說 先搶個反彈 會有一些聰明錢進來了 對 因為看到這麼大的覆乖禮 重點就要搶第一根反彈 所以一開始第一根紅K棒 一出來大家搶反彈 第一根一定有亮 這很不幸 只有一根 第二根馬上亮縮 搶完的人也不敢再搶 不敢再搶 尤其是三天之後 大漲誰還敢搶 再來就沿路亮縮 那每天晶晶漲 那那個時候 為什麼會有這個區塊 就是每天晶晶漲 亮都是說的 那就是會回到這個因素 大家在擔心 是不是還沒有風暴 沒有過 當時大家在擔心的是疫情 在這裡就是說 疫情會不會更嚴重 沒有大家想像那麼樂觀 會有正負相的訊息 所以會導致會怕的人出去了 所以導致亮縮 這是很正常現象 但是我剛剛提到 大家一開始都有理智說 這個疫情可能沒那麼快結束 我會怕 但是有個問題 慢慢的均線都轉多了 該站的均線都上了 亮就出來 大家突然覺得疫情不恐怖 疫情還是很恐怖 但股市不恐怖 對對 大家會覺得說 應該這樣子 應該沒有問題了 可能最恐慌已經過了 大家就進來了 所以後續來講 自然就會出亮 一樣的問題 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快速中挫的情況下 最大的一根也是在長黑K棒 隔天 亮縮 也沒有 搶板攤 搶板攤有亮 只有一天 第二天就亮縮了 所以目前角度來講 剛好進入在這個框框的 第二個區段 那簡單來講 就是亮縮 晶晶漲漲 在這個時間點 一定會出現 政府不同的訊息 會有很多人說 經濟沒有太大疑慮 又有很多人告訴你 這個失業率這麼嚴重 這過去經驗 這未來一定會崩盤 所以會導致 會怕的人慢慢下車 等到持續走高 大家我剛剛講很奇怪 大家不會等到 下個月的經濟數據 只要看到均線網上 都沒問題 就突然會講 我覺得經濟應該沒問題 自然量就來了 沒有關係 明漢經理一直都告訴大家 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跟大家講 回歸頭來 就是要有概念 以後養成習慣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特殊現象 只要快速下跌 剛開始第二階段復甦 量縮經濟漲是很正常的現象 所以告訴大家說 不用再擔心 沒有量上揚的格局 就是你被問了一個 心情濃縮出來的結論 交給理財大人笑 另外也告訴大家 這個我們剛剛前段提到 在這個經濟漲的格局 大家就會去檢視說 下跌的這個風險 到底結束了沒 剛剛提到疫情 到底疫情最嚴重 是不是過了 或者是我們在講說 這次大家在講經濟的問題 但外資呢 出去一個報告告訴大家 其實這股災的殺手 不是完全經濟 重點是在美國的選擇權 或全球目前選擇權 有很大的一個 所謂的助長助跌的壓力 那這次真的是一個歷史紀錄 其實在我們這次包含 這個台子期都跌停的 就是8月5號的過程當中 美股的VIX在這也是創了歷年來新高 贏過包含疫情的時候 包含這個美國的再平等 被降級的情況下 甚至所有的這些所謂恐慌性 都不及這次 所以大家很意外 到底這次大家在怕什麼 其實沒有明確的方向 那而且更特別的是 這次是歷史最恐慌 但是他要提到每次VIX超過35 這個數字之後 到底復甦的天數長怎麼樣 有一些一百多天 有些可能三百多天 就是讓VIX衝上去之後 再回到均值的時間點 也許有一兩百天 就這次只經過七天 就回到正常水準以下 所以就告訴大家風暴結束 所以這次很特別 市場有史以來最恐慌 但是復甦的速度 又是歷史這一塊 所以代表從頭到尾 感覺好像根本沒有發生什麼事 大家就覺得恍如一場夢 對不知道到底當時 我在恐慌什麼 所以結論他就告訴大家 就是因為這幾年的時間 大家很在美國很多買ETF 他為了需要槓桿 所以他買的是選擇權的ETF 其中包含了Poco很多的 這些策略交易 然後這些相關的ETF 會導致在這個股市震盪的時候 加大降的格局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要提醒大家 這次剛剛有這麼大的震盪 短時間我覺得應該會稍微免疫 可是未來也許兩三年過後 這個風暴大家淡望之後 因為這個所謂的選擇權的ETF量 還在持續往上走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出現這種所謂的 不知道發生什麼因素 但是大家恐慌自己的狀況 有可能會再發生 所以只是要告訴大家 未來我們當時在恐慌的時候 我們也跟大家提到 後續最重要還是要回歸基本面的分析 只要基本面沒太大的疑慮 其實不要跟著市場過度恐慌 那尤其是我跟大家講 很多投資人可能在剛剛講 八月五後恐慌的時候 大家下去真的不行 只好砍了 可是你看到全球的資金的狀況 藍色是股票債券 這是債券這是股票 其實在這段股債的過程當中 全球資金都還是在持續加碼 並沒有快速退出 那股市的部分來講 這是新市場 這是美國的這個走勢 其實都還在持續加碼當中 所以跟大家提到 這個不要用當天的 這個市場的一個角度 下去做解讀 後續來講還是要回歸 這個基本面的狀況 那我們剛剛提到資金面 沒太大疑慮 現在短時間 大家都在這種所謂的 相對來講市場的題材 相關的族群 那第一個來講 當然是這個機器人 其中要告訴大家 就包含雅德科跟上銀 這兩檔個股 你可以看重點在本益比 相對來講比較合理 這兩檔個股 就是常年在這個自動化 有持續耕耘 獲利相對比較穩健 只是上半年 因為業績面不佳 加上這匯率的問題 股價或基本面相對比較弱 那最近反陸陸續續 出具的報告 都已經轉為買多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基本面 沒太大疑慮 那比較適合長線的投資人 其他的部分來講 包含雅光 我覺得也還算是這個 比較正向 有獲利面支撐的個股 其他大家可以看到 市場熱度高 會有索羅門 其實本益比的部分來講 500多倍 跟100多倍 或者是沒有本益比 就是沒有獲利 對其他來講都是可以看到 都是非常高的這個本益比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個人覺得像這樣的個股來講 大部分就是盡量以短線 理論上再次重徵 不用去管他基本面 不要看他爛 覺得他不會漲 也不要突然他有什麼利多 就覺得他再也不會跌 那後續來講 大家整個族群應該會有互相牽扯作用 如果整個族群開始轉弱 一定要做退場 至於剛剛提到亞德克上 就比較適合長線 那只是說短線熱度比較高 就算佈局先小量 未來整個機器人退潮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比較大量的 這個後續的佈局 那亞德克剛剛提到 之前機器人漲翻了 他基本面好的反而沒漲 大廠反而沒動 對 那這個終於今天 有比較明顯的轉向 你可以看到大戶的籌碼 也都在前一段時間就已經佈局了 羅森就是所謂的題材族群 就是比較妖的 對 那現在來講 我覺得這樣的結構還沒有失控 所以嚴格來講 你說還有沒有高點 我覺得有機會 只是說建議大家真的就是 以技術面為原則 如果轉弱 也還是要做退場 羅森這種要用技術面當原則 另外我們就講到矽光子 他就比較屬於這個 比較後段才開始轉強 不像機器人已經漲了很長的時間了 他最近才轉強 我覺得相對比較安全 那這個基本面是有 這個是法人報告 告訴大家說換到黃色線 就是所謂的目前 因為AI所以資料處理的量快速增加 所以他必須要高速傳輸 那這個原本舊式的這種插拔 差別在哪裡 就是他的收發模組在這個位置 中間要經過這種所謂的銅線去做連接 未來他把這個地方 直接移到這個板上 同時去做封裝 所以相對來講 他未來傳輸的距離跟之前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自然來講 剛剛提到他快速運算 資料量又大 那希望傳輸的速度持續減少 自然會從這個階級往這個階級移動 是未來的趨勢 只要告訴大家 目前來講插拔式 然後剛剛提到CPU 就是共封裝的部分 那未來的一個角度來看 你可以看到2023年到2029年 都是在這個所謂CPU上 未來呢 就用這種所謂一樣的這個架構 只是原本ASIC晶片轉成GPU CPU 就會變成這個整合光學的部分 那這個塊來講 應該從2025年開始 明年就有了 對 所以會階段來講 會看到到2028年之前 主要是CPU 所以可以看到年複合增長 大概在兩成左右 那未來如果包含整合光學都進來 整個年增長幅度 反而會到八成 這也是很少見到的 就是前段還沒很強 對 後段會更強 會爆噴 對 所以相對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所謂的 長線的一個架構 不會有太大的可變 好 所以CPU雖然現在獲利是稱次不齊 但是長期發展是很值得期待的 對 長期發展是確立的 哇 裡面的公司也很多 對 公司來講 我們就交換器 封裝模組 還有測試介面 各自有不同的這個利益所在 那可以看到今天主要在模組的部分 是相對比較強 對 封裝的部分來講也有表現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趨勢是確立的 而且簡單來講 我個人覺得這些所謂的光通訊族群 其實整體架構來講一樣問題 就是今年上半年來講 基本面是相對比較弱 下半年逐步好轉 這種個股來講 把握一個原則 就是也不用急著說 現在大漲了 會不會我不追 會不會買不到 我個人覺得這個不會 下半年他是慢慢的好轉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買一些相對比較落後的 或者是轉強 你可以等到他 等於說短線激情結束之後再做佈局 我覺得會相對比較安全 那個股來講 我們盡量選擇 就是震盪整理開始轉強 智邦的部分來講 就是在籌碼面的部分 包含投信 包含大戶的部分來講 都有加碼的動作 尤其外資之前賣超 目前來講也賣超結束開始轉買 所以我覺得籌碼面具有一定的優勢 沒有太大疑慮 另外訊心的部分來講 他重點還是在投信持續買超 那所以我覺得 當然說這種短線 他有比較累積的稍微有點漲勢 我覺得一樣問題說 也不用急著去追 對比來講 我覺得剛剛智邦的這個 乖離率相對比較小 而且籌碼相對比較安全 我覺得還算健康 訊心是因為短線整個漲勢 真的有相對比較大 那加上投信的部分來講 連續幾天買之後又休息 所以過去來講 他確實買了之後休息 買了之後休息 所以我覺得短線休息 如果震盪拉回 你跟隨著佈局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他只要拉回到這個接近200塊左右 就來到他的成本區 你可以在那個時間點 跟他買相同的價格 後續來講 他再度休息 再度買超時間點 自然就會再度往上攻 好 等於是現在台幣強生 外資也許一時半刻之間 沒有那麼快回來 但是我們自己有很多的產業 其實他的競爭力非常強 是可以提早佈局的 沒錯 好 這邊非常謝謝民漢經理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